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情况是相当确切 而对方呢 利用收买拉拢手段 也在我们这边 买人 有的人也给他们通风报信 所以说 这个情报是相当确切 其实啊 真正体内藏毒的人 是处于这个组织的 最低层 怎么这么说呀 危险性太大了 充其量他们就是个替死鬼 出发之前 他们讲带有包装的毒品 吞浮在肚里 到达以后再通过排泄 把它排出来 这种方法不仅是野蛮的 也是十分危险的 您想啊 一旦包装物破裂了 或者被胃液融化了 都将造成死亡 这些人体藏毒者 大多是贩毒集团雇佣的当地人 其实这些人呢 也不傻 难道他不知道 此中的利弊吗 但是 这帮人 为利益而取使啊 他挣钱呢 金钱的诱惑 让他们停而走险 不过呀 这些人可恨 但是也挺可怜 在整个贩毒过程中 他们冒的风险是最大 而活的利益是最小 触犯的刑法同样严重 咱们单说上午11点 这四个人出现在首都机场 在机场守候的侦察员 根据情报提供的信息 一下就认出他们来了 就见这四人 神色并无异常 除了随身的小包口袋 行李也不多 看上去挺轻松 而经验丰富的侦察员 却心里有数 行李少 往往是人体藏毒的一大特点 藏毒人本身 就是高度危险的运输工具 还能顾及太多的行李吗 就见这二男二女步出机场 侦察员立即发出跟踪信息 为防止毒贩察觉 在外接应的侦察员变换了车辆 一城一城交替跟踪 最终到达海边区某宾馆 这四个人住进了612613房间 为了便于监视 侦察员也住进该宾馆 不多时 两名女子换了一套装束 上街去了 守候的侦察员并不意外 估计他们呢 去找药铺买药去了 然后回了后排出毒品 果然跟踪的侦察员 发现他们走进就近的一家药房 待了一会儿就出来了 然后又返回宾馆 侦察员在外边继续守候 将近下午四点 估计他们已经把毒品排出来了 侦察员便进入房间 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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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顺利的把四个人抓住 经审查 两名男代读人 一个叫黄建三 一个叫张悠才 两名女代读的犯人 一个叫邱银才 一个叫邱武精 从房间内共搜出 刚刚从体内排出的海洛因 四百余粒 据四个人交代 他们是从云南带毒品 每人每次可得到 两千元人民币的报酬 你想区区的两千块钱 就这么卖命 这一次 每人吞服了三百四十克可卡因 就相当于每个人吃了三包方便面 这四个人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年 就为了这么点钱就不要命了 我国刑法规定 贩卖超过五十颗毒品者 即可背叛死刑 作为常识 他们都知道 而今毁之一晚 他们交代 下午五点 还有两个人前来接货 侦察员们 于是继续遵守 注意保证 宾馆的常态 果然下午五点一刻 来了两个人 这两个人来取毒品来了 刚进屋 就被侦察员一举抓获 四月十二日 基督支队的另一组侦察员 还讲四名正在进行毒品交易的犯罪嫌疑人抓获 共收缴冰毒片地 五千二百六十二地 据法医鉴定 这些粉红色片地的冰毒 在北京还是首次发现 你看这毒品呢 也不断地在变化 无论从颜色上 质量上 都在逐步变化提高 极其对毒品的战斗 宣告胜利 王军来到基督支队 向为北京严打整治斗争 迎来了开门红的同志表示祝贺 这一仗 基督支队打得很及时 很成功 打出了时效 打出了我们的威风 通过这几起案件 证明我们的基督支队 是一支特别有战斗力的队伍 希望保持这种旺盛的斗志 乘胜前进 2002年3月 刑侦总队接到公安部 转列了一条线索 一个以东北人为首的 制造贩卖 陆安同的特大犯罪团伙 最近在广东 山西北京等地频繁活动 近期将要把大批的毒品 运往北京 一看这势头 王军知道 大毒销的尾巴给掐住了 这个从境外到境内 掩蔽而猖獗的大贩毒团伙 必须与其他城市的警方合作 才能彻底铲除 事不宜迟 王军立即 把刑侦总队基督支队的领导 给找来了 成立了专案组 按照转过来的线索 立即分手展开侦查 尽快摸清 这一团伙的成员 活动地点和居住的窝帘 山西警方传来消息 3月25日 该团伙的主要成员 叫陆建国 将驾驶一辆轿车 从山西太原到北京 王军立即与专案组研究对策 并派出侦查员锁定目标 当晚10点多钟 这个叫陆建国的轿车 风驰电车一般 开进了朝阳区毁迷园 陆建国下车 静止走进了10号楼 一夜没动向 3月26日中午 就见得陆建国从楼里出来了 又驱车直奔巴黎庄 南里6号楼 到达后 他打开了后备箱 从里边爆出一个纸箱子 这纸箱的外包装上 标有实用存检 片刻后又出来 又从后备箱里 爆出一个同样包装的纸箱 进了楼了 如此反复了5次 有5个纸箱被搬进楼内 他的全部举动 均被遵守的侦查员 一一录像在岸 侦查员们 分析纸箱中装的 极可能就是毒品 26号晚9点 广州警方通报说 该团伙主要嫌疑人 叫曹江勇 乘飞机从广州到北京 当晚他也住进 惠明园10号楼 同一天 又有两名团伙成员 住进了南华旅社 至此 这个团伙的大部分成员 都在北京聚集了 深夜 在北京某饭店的一间客房内 王军与专案组研究策划 下一步行动 根据前期侦查情况分析 这是个家族式的犯罪团伙 主要成员 都是曹江勇兄弟和亲戚 他们组织严密 分工明确 一切行动都听这个曹江勇的指挥 这伙人非常狡猾 严格奉行 人与货 钱与货 分开的信条 租用房间 专门存放毒品 存不住人 以避免警方发现 侦查员们还得知 曹江勇智商不低 会好几国外遇 还持有外国护照 而其他的人也都正在办理 或已经办好了护照 有外逃的迹象 目前 人货 基本到位 应该是抓捕的最佳时机 专案组领导 国断决定 3月27 11时 北京 广东 山西三地 同时动手 将这个犯罪团伙 一亡打击 3月27日 专案组组成 四支行动小分队 下设若干行动小组 吩咐团伙的 四个曹穴 只等时辰一到 即刻出手 中午时分 曹江勇等四人 从惠民园 十号楼走出来了 开着红汽车 上了高速路 在亚运村 汽车交易市场 东门前 曹江勇等人下车 走进市场 几个人在市场里 还转了一圈 突然走出市场 验马路 往南走去 这是实时抓捕的 好机会 经请示 侦察员 就好像蒙虎 突尸一般 一举 将曹江勇等 四个嫌疑人 当场抓获 同时搜出赃款 十九万元 就地图审 得知惠民园 十号楼内 还有四名同案犯 侦察员又杀了个回马枪 在十号楼内 将那四名嫌疑人 顺利抓获 从坊间里 起获了独资 人民币一百三十万元 一张十三万元的信用卡 和日元一千万元 以及一支 美智市 左轮小口径手枪 与此同时 住在玄武区 南华旅社的 一伙成员 也落入法网 而在专门 用藏匿毒品的 巴黎庄 南里六号楼 四单元内 侦察员一举起货 五箱伪装成 十用盐的 一百公斤 鹿安铜 还有一个鞋盒里 装的做样品 用的鹿安铜 约一公斤 几路捷报 香气传来啊 以曹江勇为首的 制饭毒团伙 在京成员 无意漏网 是人赃俱货 为进一步扩大战果 经审查深罢 曹江勇供出多次 从哪儿买来的冰毒 在京贩卖给什么人 等等他又交代出 在北京有个叫王宇的人 侦察员于二十八日凌晨 在四位桥附近的一家酒店 将王宇等四人抓获 根据王宇的交代 侦察员从朝阳区西巴河北里 他的住处起货了冰毒 一点一公斤 缴获五四式手枪一支 子弹十七法 曹江勇一伙 正准备用这次贩运来的 一百多公斤陆安同 打开北京毒品市场 您说有多猖獗 这次缴获的新型毒品陆安同 俗称叫强奸药 又叫K粉 是联合国禁毒署宣布 管制的麻醉药品 也是国家严格控制的新型毒品 据说服用了陆安同后 会使人变得糊涂 迷迷糊糊的 容易成为一些不法之徒 迷奸女性的工具 试想 如果这一百公斤陆安同投放北京 将有多少生命和家庭遭受毒害 出神主犯 曹江勇士 王军在场 案犯的供诉让人十分震惊 连酒精沙场的王军 也不仅瞪圆了眼睛 罪犯交代 制造这些K粉的 竟是山西某大型制药厂 一个曾经辉煌过的国营大企业 厂长 工程师 技术人员都参与其中 您看过电视剧《黑冰》吗 这就跟那个差不多少 这个药厂是我国医务计划 156项重扁工程之一 有6000多名职工 国有大型制药企业 由前苏联援建而成 他曾经与另外三家制药厂 并称中国制药业的四大家族 曾研制开发生产出各种药品 250多种 销往全世界48个国家和地区 为我国制药工业的进步 和山西经济发展做出过贡献 然而进入九十年代以后 由于管理体制经营观念落后 资金投入不足等原因 逐步步入低谷 严重的亏损 使得成为山西省的一个大包袱 2001年年底 曹江永号称林老板 来到了制药厂 说什么 他能搞到批纹 生产路安同 当时该工厂的工人呢 已经五个月没领到工资了 曹江永随手拿出十万元交给工厂 让工人过年 常领导一看可搞得性子 马上让工会拿走了四万 买油买粮 送给那些困境中的工人 过了年 林老板果然拿来了 陆安同的批纹 可以生产三吨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贩毒集团的主犯是乘虚而入 只花了区区十万元人民币 就又使制药厂 利用现有的生产设备 开始生产国家严格控制的陆安同 3月28日下午 正是上班时间 40多名河枪实弹的武警 突然包围着工厂 陆安同生产车间的工人 全被惊呆了 基督侦察员看到的 完全是正常的生产车间 工人正按厂里的安排进行生产 他们完全没有想到 自己生产的药品 会成为危害社会的毒品 工人们知道什么呢 领导教怎么干就怎么干吧 谁知道在生产毒品 您听这门吓人不吓人 这汪君呢 还曾经这么说过 说我一生中感到最为骄傲的一件事 就是我是一名刑警 并为他而工作 一生中感到最误悔的一件事 仍然是我是一名刑警 并为他而奋斗 刑警是男子汉的职业 我们的女刑警 也都具有一种阳刚之美 和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的军人不同 警察这份职业 是养兵千日 用兵也千日 处在这个岗位上 就要担起这个责任 干我们这行的 没有这点认识 趁早走人 我是1995年 担任刑事侦察处处长 2000年担任刑事侦察总队的总队党 2003年退居二线 2005年退休 对这十年时间 我最怀念的是那些和我一起 在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上 默默无闻 浴血奋战的全是广大刑警 还有那些和我一起度过 多少不眠之夜的各级领导 王军以上所说是发自肺腑啊 咱们单说2002年6月15 那天呢正好是端午节 北京科技大学预科班的学生叫李凯 李凯一拙嘛 今儿个过节 就和班里的十几个同学商量 咱们得好好玩一玩 痛快痛快 于是晚上一起来到兰吉祖酒吧 这挺便宜 花十二块钱就能玩个通宵 他跟十几个同学上的二楼 各自找了座位 开始联机打游戏 玩的是热火朝天高高兴兴 当时这屋里上网的有三十多人 大概在凌晨三点 这李凯就觉得有点不对劲 皮鼻子一闻 嗯 怎么有武器油味啊 而且这味越来越浓 不一会看到滚滚的浓烟 从楼梯口冒了出来 他赶紧就喊上了 怎么回事 哎 我说网管 怎么有汽油味呢 你去看看 网管呢 就是网络的管理员 这管理员到门口一看 妈呀 着火了 了不得着火了 他这一喊不要紧 屋里的人就炸了锅了 三十多人是拼命夺入耳朵 他们都跑到楼梯口这儿了 结果这出不去 这是大火发源地啊 楼梯是木制的 已经被烧毁了 根本下不去 另外这会儿的火势是最猛的 大伙儿这好要退回来了 快开窗户 哗哗哗即扇窗户打开了 结果大伙儿忘了一看啥眼 怎么回事 窗户外的都镶嵌着 坚固的护栏 那哪出的去啊 哎呦 这人们就喊开了 救命啊 招火了 那真是水火无心啊 农烟烈火 谁也控制不了了 哎 就在这时候 离着这个酒吧不远 住着一户人家 使人性近了 近师傅 现在已经退休在家 另外有肾病 偏偏在家里边吃药休养 他这个周围啊 这环境不太好 又挨着夜市不远 就到了深夜 人也不断 车也不断 他又有点神经衰弱 所以每天晚上也睡不好觉 这天晚上吃完的药 迷迷糊糊躺下 正四睡四不睡的时候 被外道的呼救声给惊醒了 可以看表 凌晨两点四十分 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 出门一看呢 见二楼酒吧的窗口 有人喊救命 但是窗口被铁窗花给挡住了 铁窗则用螺旋固定在墙上 所以晋师傅也急了 幸好他是做前工的 回手拿了四个班子 跑到二楼楼下 拿着班手开始拧防盗窗的螺旋 屋里的人 一看有人救他 猫呼一声 兜堵在这窗户这儿 狠地往外冲 这晋师傅就喊上了 别着急 谁也不准急 要再这么急 我就拧不开了 你们一个也活不了 好